说如何突破你的生命 当你突破你的生命上 要改变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 改变你一切都要恒复 各位姐妹 你要相信一件事情 信主的人 每一个信主的人 第一天信主开始 他的生命已经恒复了 阿们 也在哪里 一个人信主过后 圣灵充满他 耶稣居住在他生命里面 他们一接受耶稣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神 本性 一切的丰盛丰富 都开始住进你的生命里面 所以你一定蒙福的 你肯定蒙福的 那各位姐妹 当我们要领受这赐福的时候 我们就要小心我们的生活 今天我们就要告诉你们 如何突破生活 那各位姐妹 还在说上面要祝福我们 但是我们的生活的习惯 那么生活的一切 可能 我说可能 就是阻碍上帝的使福领导 或者破坏上帝 带你生命里面 生活上的祝福 使你很难 再领受上帝的改变 所以各位姐妹 当你要领受上帝的祝福 祂会已经祝福你 但是你要领受的时候 你要小心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的方式 我们看一段经好不好 打开圣经 荷西亚书 荷西亚书第十章 第十二件到三件 荷西亚书第十章 十二件到三件 都准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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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我开始了 感谢祝福 看完经文 圣经这里记载说 跟着我一起看 你们为自己栽种 大家说栽种 栽种 公义以救能 大家说收割 收割 实爱 你看 现今正是寻求烟花的时候 你们要开拓荒地 等它临到 使公义 如意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栽种 大家说栽种 栽种 栽种 你们栽种的是兼饿 收割的是罪孽 吃的是缓活的国子 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 仰赖勇士众多 我今天第一个祷告 八天父我求告我的圣灵 就请你早上 你改变我的生活方式 改变我的生命 好让我们 真的能够 在祝福里面 完全改变 领受 使你的 使你的 赐福 真正的落实 在我的生命当中 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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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让我们的生命 完全的翻转 丰盛起来 谢谢你求你祷告 求你圣灵应行 求你亲自动的说话 我们觉得耶稣基督得圣很求 圣灵应行 圣灵应行 圣灵应行来说 你要为自己摘种 对不起 你自己说 你要为自己的时候 跟上帝有关系 他把你跟别人帮忙说 跟你有关系 对不起 你要为自己 你自己说 这是你自己的责任 你自己要做了 要为自己摘种什么 摘种 摘种公义的种子 摘种 然后你就会收到慈爱 现今正是寻求 等候耶和黄的时候 这里面一特别先知交代说 现今就是要开始做了的 要开始开拓那些荒地 就是你的生命里面 有哪一部分是荒地 有哪一个部分是不受祝福的 有哪一个部分是败坏的 黑暗了 罪恶 要去开放它 去翻重它 改变它 突破它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上帝就领导 是公义的乙 就是祝福的乙 站在你的身上 如果你摘种坚恶的话 收割的是什么 追灵 吃的是黄阔的果子 你看圣经很清楚的 教导你种的什么 收的什么 当你选择种公义的种子的时候 你收割当然还是赐福 当你选择种坚恶的时候 同样的 你收的是罪孽 罪得重 那弟兄姐妹 这是很现实的情况 这个是在属灵界里面 一定发生的 所以上帝祝福你 刚才我说 上帝在你信你主过后 已经赐福你了 当然是你的生活 就是你这片地 你的生活里面 烂人 你的生活里面 白外 黑暗 罪恶 使到上帝的种子 摘下去死掉 水下去 起不了作用 原因在哪里 有一些东西 你需要注意 你需要改变 你需要注意什么 第一 大家说 你的眼要名 眼睛非常重要 来看吧 马来福音第六章 二十二界到二十三界 大家来看 六章二十二界到二十三界 马来福音 六章六章二十三 耶稣在这里说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 那黑暗是何等的大 对不起妹 耶稣很强盗一件事情 所以你的生命里面 要走在光明的道路 你的生命要蒙福 第一件事情 你的眼睛 看你的东西 大家说看 看看你可不可以的 你可不可以的 你可不可以的 美不美 都很漂亮 感谢什么 眼睛看的东西 如果你看到你的 旁边的很丑恶 这不是他丑恶 而是你的眼睛坏的 对不起妹 眼睛 眼睛非常重要 眼睛一光 一灵 全身就灵 眼睛一昏暗 全身就黑暗 对不起妹 耶稣在讲什么 道子在讲什么 耶稣讲的有理由吗 对不起妹 你看一下 一个人的眼睛 如果看的东西都是消极的 看的都是邪恶的 看的都是不好败坏的 一看起来 一看东西起来 都是 从里面带出怜恨的 我告诉你 这个人哪里可以欧谁 对不对 是看他给老婆 有老婆吗 对不对 如果你看老婆 你看着老婆你心里面 哇当他是英雄 好像unlock society 或者好像unlock这样子 哇这把眼睛消杂 整个眼睛钻出来 他是我心中的英雄 我告诉你 你的老公给你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也会变成unlock society 也会变成英雄 感谢主 OK 然后兄姐妹 请注意一下 如果你看你的老公 一看起来 你就会痛 一看起来 你就埋怨 一看到他 你就火爆 一看到他 你就要生气 我告诉你 你每一次看到他一定怕他 他做什么一定看不顺点 对不对 当你两个这样子的夫妻生活 你说哪一个比较不服 一个 一个 不用讲的很简单 同样你看你的孩子 OK 你总之看你的孩子 都比别人的孩子差 总之看你的孩子 一看他的衰有 你的气之后 疼出来 那兄姐妹 这样子对待你的孩子 所以每一次一开口 看着他一开口 你什么东西都噴出来了 没有一句好话 我问你 这个孩子 在这样子 跟你的相处 他会不会成为好东西 如果你看你的孩子 一看到他 你就喜欢 每个对他的那种幻想 就是以后他成财 成龙 成凤 或者成为首相 whatever 总之你怎么样看他 你的口 就怎么样 对他 来称赞 当你的眼睛看到心 正的时候 你的眼睛看到心 明的时候 你的眼睛看到心 是积极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整个 虽然我不一样 在这个世界 市场上 有一些人 很多东西都不能 什么东西都不能做 别啦 别啊 不能啦 怎么可以 市场那么坏 不能做的 这个不能的 那个不能的 就是什么都不能的 我告诉你 真的 他是什么都不能的 很奇怪的 无论什么东西 在这个世界上 行行住庄严的 庄严的 行行住庄严的 什么东西 都有人做得起来的 对不对 但是也有人做不起来的 到底什么原因 你到底是他本的 市场 或者是他自己的 有一些人 有多人做电话店 做得到 是不是 有一些人做电话店 做起来 有些人做什么会 啊 Cosway啊 什么会 都做起来 但是有些人也做不下去 有些人做普遍 也做得到 有些人做不起来 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 我告诉你 还是眼睛 今天你要你的生活改变 一样你要改变 就是你的眼睛 各位姐妹 从今天开始 你只要看事情非常重要 上帝要祝福你 但是上帝的祝福 还没有临到你 你的眼睛已经告诉你 不能了 已经告诉你是败败了 已经告诉你是破败了 我告诉你上帝怎么样 是如在你的生活当中 使你的家改变 首先要改变 你看你的丈夫要改变 你看你的儿女要改变 你看你的生活要改变 你看你的工作要改变 以前看 哎呀没中用 这个工作对我没有出息 这个工作对我没有意义 那各位姐妹 你再做下去也没有意义 我告诉你做不下去 你去到另外工作的时候 你再觉得说没有意义 我告诉你再做不下去 生意也是这样子 家庭也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选择你的眼睛 所看的东西 是积极的 你的整个生命就被点亮起来 那我告诉你 上帝要赐福你的生命的时候 你的家 你的地 你的产业的时候 是不分种类的 不分种类的 也不分情况的 他要祝福你 什么东西都不管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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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说 你老公是这个老公 他会祝福你说 你要像那个老公的老公的样子 他能够蒙福 有一个家庭的 这样子老公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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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这样子在那边 不会的 上帝创造人的生命的时候 就给人丰富的生命 他在每一个生命当中 都有同等的赐福 阿们 所以呢 你领受的人非常重要 你怎么样领受 怎么样看 非常重要 今天你看你身边的 都是消极的吗 你看你身边的 都是不好的吗 当你怎么看 你就得到什么东西 所以各位姐妹 你的眼睛 今天开始怎么样看东西 看你的生活 非常重要 我的眼睛怎么看你们 我的眼睛看 每一个对我姐妹都到蒙福 我相信 无论你做什么生意 做什么工作 是打工的 或者做了老板的 都到蒙福 因为我有一个信念 就是说上帝要祝福他的教会 使他的教会的对我姐妹 先蒙福 先领受 然后这些对我姐妹的儿女 就回来祝福教会 教会就有强大能力去祝福社区 这社区被祝福的时候 属于气氛 就被调光起来 所以我有一个信念 就是上帝要祝福他的教会 从谁开始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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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姐妹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变 我相信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来变 我看见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来变 我看见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来变 我看见你的生命可以来变 我看见你的生命可以来变 我看见你可以和谁 你自己觉得你可以和谁吗 我相信 所以我一直为你的祷告 而且我真的看到 今天我们真的很和谁 阿们 每一个都中生 真的 我看到你辛苦的 这种姐妹都起来 每一个给我的见证 这种故事 我感谢主 今天我真的感到上帝祝福我 为什么 因为我看 你们一定会和谁 阿们 感谢主 那你看 上帝看我们也是这样子的 我问你 上帝怎么会将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牺牲在十日上 为你而我 为什么 因为上帝看中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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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上帝看中你 上帝用他的儿子 成为代价 钉在十架上 救我们脱离罪恶 牺牲他的儿子 就是因为 他看你为重 他看我为重 他爱 但是如果 兄姐妹 上帝看你为重 你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你怎么能说上帝的祝福 上帝看人为重 但是人看人 就是看人家不好的 我问你 上帝怎么祝福 阿们 没有 如果你 上帝看你是好的 你看你的家是好的 你看你的老婆老婆 你的儿女都是好的 你看你的生意都是好的 你看你家族都是好的 你每样之情都以上帝的眼光来看的话 我告诉你 整个生命 生活 教会 家庭 婚姻都要丰盛起来 阿们 阿们 你 看见老婆一下 看见老婆一下 告诉他 也是世界上最美的 也不是 你讲不出啊 你娶她的时候 如果不是世界上最美 你娶她的时候 如果不是世界上最美 阿们 你真的觉得她是世界上最美的 阿 今天有一点改变了 是不是 不要改变了 如果你不讲的话 你真的改变了 再讲再来就看见老婆 告诉他 你是世界上最美的 真的 你的太太是世界上最美的 因为她是世界上最适合你的女人 上帝给你 你怎么看她 你看她世界上最美 她就变成世界上最美 真的 各位姐妹 眼睛亮重要 你眼睛如果明亮 你看 你的整个身上的一切 都过不来 阿们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眼睛所看的东西 都要是积极的 丰盛的 圣洁的 通常我们看东西的时候 都偏向消极的 一看 不是看她的优点 一看就是直接看见她的缺点 她最 那个细细的 那个毛里面 那个最 最小的 那个 人家看不到我 看见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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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我再看一看 嘿 你这里为什么有一个洞 哈 有那个在有这个 我怎么看到那洞里面去呢 你还在哪里 人的眼睛就是 怎么睡呢 哈哈 总是看人家最不好的地方 看人家最漂亮的地方 那我告诉你 对这 每一样都是有两面 如果你选择看好地方 一切都会变得很好 感觉很好 你的领处也好 如果你选择看 你常常选 那些不好的东西来看 我告诉你 每一天都满眼 上帝怎么祝福你 阿们 从你的开始 看的一切都要变好 用上帝的眼光 来看事情 阿们 感谢主啊 用上帝的眼光 来看你的太太 用上帝的眼光 来看你的王公 用上帝的眼光 来看你的家 你的事业 用上帝的眼光 来看你周遭的一切 看你的教会 每一样事情 都要喜乐起来 每一样事情都要丰盛起来 阿们 感谢主啊 好 上帝要祝福你 要小心 你的生活 要突破你的生活 第一件事情 要注意你的眼睛 第二件事情 你要注意什么 大家说 西尿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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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段结果呢 真言第四章第二三件 这里记得说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他在跟我一起来念 因为一生的果效 由那一灵 由心发出来 由那经文啊 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种植的灵 不要丢异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灵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那弟兄姐妹 这里呢 圣经 写这本 这本 这一件经文的人呢 很清楚 一件事情 说 他的心呢 是不正的 所以呢 他特别强调 你要 保守 什么是保守 当我想这个保守的时候啊 我就想到一个人啊 怎么样 顾他的小狗 顾一只动物 你的心啊 好像禽兽这样子 你知道吗 所以你好好顾他 那现在 我刚刚从一些 丢队里面有狗 丢队里面的家里面 学到一些东西 原来你现在买狗啊 你现在买狗啊 可以买一种 比较高级的狗 是居过训练的 你看到外面的那些狗啊 都射出来小便 这样子 然后这些狗呢 是经过训练的 你一回到他 你带他回家 你放一个pampus 在那边 去到pampus 小便 而且呢 你带他出去 他们小便 回到家 他会别的地方 回到家呢 一到家的狗 一大干净 去到那个pampus 你的小便 是不是 有没有 是不是这样子 原来啊 狗也需要经过训练的 那我告诉你 圣经里面说保守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管理他 控制他 训练他 让你的心啊 受控制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生的果效 讲得简单一点 就是一生好坏 大家说好坏 好坏 由心发出来 你一生好坏 就是由心而开俗啊 所以第一段经文呢 这个人呢 就讲一句话 主啊 你一定要帮助我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 他知道他的心邪恶 他的心败坏 所以他求神帮助他 改变了 那对不起咩 原来保守你的心 你的心 发出了果效 很大的影响你的生命 当一个人的心不正的时候 他所做出来的东西都不重 他的心如果邪恶的时候 他就做出来的东西就是邪恶 然后前两天的报纸不知道你没有看 美国一个外国的女孩十岁 他竟然做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他用他的妹妹啊 诱骗另外一个邻家的女孩子九岁 带来圣灵瓦 完了以后就恰死他 恰死他呢 就用刀一直捅 一直捅 捅了以后他已经计划好了 他就动 就把这个尸体放下去 然后他就静静的回家 回家回家 他在Facebook里面放出来 我刚刚杀了人 而且是很残忍的杀了人 感觉很爽 我现在要去教会 他就放了哈哈哈哈 那种Facebook的那个 就笑大笑的一样 好恐怖喔 好恐怖 这个人就还一直被抓 但是他没有一点回忆 他杀人就是因为他要尝试杀人的职位 英国有一个年轻人 他看了很多吸血鬼的戏 他只是想尝一尝吸血的滋味 他竟然去地铁人抓住一个女孩子 拉住他 然后呢就摇死他 然后吸他的血 就被当时在当间的 当根的那个 那个 那个 保安 抓个阵兆 他被抓到上法陵 也是这样子说 我只是要尝一尝 做吸血鬼的滋味 吸血鬼的滋味 吸血鬼的滋味 那这些人为什么变成这么邪恶呢 因为他养他的心 大家说养他的心 他养邪恶 他养凶残 他养残忍 残暴 所以他就做残暴的事情 残忍的事情 凶残的事情 那弟兄姐妹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个人肯定 这个女孩子十十岁肯定 常常看暴力片 玩暴力的那些游戏 那弟兄姐妹 现在的游戏很可怕 我讲的好多次 请你注意你的家里面 玩的游戏 现在的游戏 这样子 那个人是很真实的 很TV的 ok 然后他们可以上 捅了以后 就reverse 就在捅 他的血喷出来 他就捅了 这样子一直捅 捅的开始不懂 捅到麻木的时候呢 怎么样呢 就去找正人来捅 他养他的心 这个为什么会变成细邪鬼 当中细邪鬼呢 要来看 看那些细邪鬼的心太多了 各位姐妹 邪恶 他养 他用邪恶养他的心 圣经在告诉我们说 你要保守的心 控制他 管理他 使他正直圣经 那各位姐妹 如果一个人 心里面不受控制 他的心没有几率的话 他就做出一些罪恶的事情 当他做一件罪恶的事情 即刻并不受 中注罪恶进来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你们 什么 你栽种公义 就受死爱 你栽种 肩恶 就受罪灭 所以圣经里面 你中的什么 你收的什么 所以你的心 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管理 不控制你的心的话 你的心不偏邪的话 你就走上邪路 这个结果呢 就是死亡 坏坏 黑暗 罪已经怀了胎 就生出死来 这雅各司御没所 所以圣经里面 今天 你的心是怎么样的 只有你和上帝才能够知道 那我们的心 只当偏迹也量 真的 真的 当你感觉到 一个人好过你的时候 很自然地生出东西 对不对 当你的 当你看到一个 比较 这个 看到你的那个 你的心都很自然的 隐瞒 当你自己有 要分享出来的时候 你就生 心自私出来 那同学妹 这些 心啊 你都要控制它 你都要 改变它 那 靠着你控制呢 人力有限 很多人都想控制他自己 但是 控制不了 其实我们的心呢 是需要什么 上帝来帮助 大家说上帝来帮助 上帝来帮助 用什么 用上帝的话语 来喂养你的心 一个人为什么邪恶的人啊 为什么信徒的人啊 为什么一些强盗啊 为什么一些犯人啊 变成一个很属灵圣洁的人 一个亲爱的人 只有一种原因 因为他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他从他读圣经 祷告 圣经的话语那些公义啊 那些慈爱 那些圣洁的话语都 喂养他的心啊 他的心很自然啊 很自然的 在这些上帝的话语里面 残葬 所以这个坏的人 也变成好的人 因为有上帝的话语 来喂养他的心 所以上帝的话语非常重要 你要使你的心偏向正乱 没有其他道路 你不能控制的 因为你的私益 你的罪性啊 常使你跌倒 使你犯罪 你不要的东西 你常常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心饱满的 来这个充满着那些邪恶的时候 你就走邪的道路 所以为什么在社会里面会改变 读圣经的会改变 就是他常常被上帝的话语 喂养 咱们在心里要妒忌 其实妒忌会来的 妒忌来的时候呢 上帝的话语也来 那个是他的antibody 那抗体来的 所以这个抗体就抵挡他 他这个人因为长期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他很自然的 愿意跟从上帝的话语 他习惯性的跟从上帝的话语 所以这个妒忌的事情就不发生了 我们谈淫乱嘛 是吗 谈淫乱 每个男人都知道 看到女人 十个里面九个 一定想歪 只有一个不想歪 因为那一个不是真正的男人 那当然是 这个想歪的一年一来 因为有长期 因为有长期被主的圣洁的坏言对扬的时候 你一下子把他shut out 转回正的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你有抗体 有主的话在里面 久而久之 你变成圣洁人 虽然来了 但是你不去去想 不受抵诱 那对不起呢 当你不做不想的时候 不想不做的时候 对不起很自然很自然的 咒诅就不能临到你身为 对不起 你就开始一直不断的领受上帝的资格 领受上帝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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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人强调犯罪 一个人抵受不住 那个引诱 每一次犯罪都有一次 一个罪孽的众主要进入他生命里面 所以他一直受破坏 他起不了 起不了 翻不了身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不能控制他自己 所以你需要用主的坏为养 你的生命 所以你的生命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 会有不易的情况 邪恶 淫乱 忧虑 消极 败坏 罪恶 杀害 毁坏 手段 这些都是你里面的心 也会发出来的 所以你怎么样改变 除非你用上帝的话语代替他 用上帝的话语喂饱你的生命 使你的生命充满着主耶稣圣洁的话语 你就改变了 阿们 因此各位姐妹 读上帝的话语 喂养你的心 使你的心不偏邪 当你心一振 这片地图预备好 上帝的种子 公义的种子 摘下手 就接触 慈爱 赐福 丰盛 丰富 所有平安喜乐 就接触我此来 阿们 你的生活要出货 对不起妹 你要注意你的眼睛要明 大家说眼睛要明 眼睛要明 心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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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口要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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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真言第十八章 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真言第十八章 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圣经这里说 人口中所接脖子 必充满肚腹 他嘴里所出的 必使他饱足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接脖子 圣经的话 记得告诉我们 人的口所接脖子 会充满你的生命 然后呢 生和死不在刀下 而是在你的舌头 原来你的舌头可以割死人的 你老公不到给你割死几次了 你老婆不到给你割死几次了 你的儿女不到给你割死几次了 各位姐妹 原来我们的口啊 可以割死人的 生死都在于我们的舌头 所以你的话出来的时候 非常重要 圣经里面雅各书告诉我们 一个全年不能住两种的水 一种是祝福 一种是咒诅 如果你出祝福 不会生出众族出来 如果你出众族了 不会生出祝福出来 你的嘴唇所接脖子 你吃下去 就是你的生命的结果 各位姐妹 你注意啊 上帝赐人类最宝贵 最有能力的时候 他要说花 上帝造人的时候 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 你就发觉到 上帝弄什么造人 弄魔术 看到祂手 把光 把暗出来 怎么叫做 没有 你看圣经的时候 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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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光 就有光 就有光 你看 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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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用祂的化 来造出这个世界 所以 你看 上帝的能力 从哪里发出来 就是祂的化 祂的化 所以上帝说 神说 神说 把光暗分明 光暗分出来 神说 将地和水分开 海和地就分开 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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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能力从来来 从坏 我们该会用什么 用箭 用博餐 没有 我们该会 都是用祷告 对不对 用信心宣告上帝的话 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得名 回来 当会有人祷告 就并得到医治呢 用什么 用上帝的话语宣布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个祷告书话 宣布出来 用信心宣布出来 祂就医治 所以话语非常重要 你对着你的家 祝福或者咒诅 就带出那个成果 所以就觉得 你要小心你的口 要小心你的口 你对着你的家 你的所谓的一切 要出祝福的话 有人曾经做过这样子的试验 然后把两盆的植物 同样栽种 深处斩压出来 放在不同的房间 然后 碧盆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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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树 碧盆的小树 碧盆呢 这个人每一天 就放着一个老师比克 放两对子 然后从老师比克里面讲 一切 都是骂他的话 不重要 你完蛋了 很难看 你死了吧 死了也没有人要 死了臭了也没有人要 死到烂也没有人要 死到烂也没有人要 每一天都这样子罢了 另外一盆呢 就每一天同样的方式 一直称赞 很美 很漂亮 看到你就喜欢 每一个人看到你喜欢 你是这样最漂亮 最美的 最尊贵的 我都爱你 一直称赞的话 诶 三个月过后 每一天这样子做 真的 连植物也能感应到 一个是这样子的 一个是这样子的 同样放几面的水 同样的 那个光度和 那些美妙 但是出来的东西 两个不一样的 一个是这样子 一个是这样子的 感应 你明白吗 兄姐妹 你对着你的家 非常重要 上帝要祝福你 但是你一直上波 那些咒诅的 在你的家 你的生意 你的孩子 你的周遭的人 我告诉你 上帝的赤福 怎样的到你 因为上帝栽种的 你自己用你的扣 来破坏 上帝宣布好的 你用你的扣 把它盖住 你宣布祝福的 你开头呢 就上波 那些咒诅的灵 咒诅的种子 在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当中 你的家 哪里会蓬福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要蓬福啊 你的生命要改变 上帝赐福的一秒 但是你要改变 你的生活方式 你要扣 一处 一处 要好花 Amen 一处 要祝福 一处 是要丰盛 要丰盛的家 我告诉你 这样的日子 你会看到 你的身上的每一切 都改变 Amen Amen 在鲁迦 在鲁迦 有一个小记载 历史 鲁迦的历史 什么是鲁迦的 老子 孔子 孟子 孟子 就叫鲁迦 他们的思想演变出来的道 就从鲁迦开始 明白吗 鲁迦里面有一个小记载 孔子还年轻的时候 曾经造访老子 因为老子 是德高光中的老师 孔子很想 从他身上学到一些 人生的道理 这一天呢 这个年轻的孔子 就找到老子 就问他一个问题 他说 老师啊 请你告诉我 人生的道理 那时候老子已经几十岁了 牙齿也脱掉了 没有牙齿了 老子一句话 闭上眼睛 一句话也不说 他这样子对着孔子做 大家看啊 孔子看着他 点了头 谢谢老师 走了 他回到他的学生面前 学生就问老子 问孔子 孔子啊 老师啊 老子跟你说了什么 孔子也闭上眼睛 这样子对他的学生 但是呢 学生不明白 你明白吗 不明白 不明白 孔子明白 老子才对他说 看到我的牙齿吗 都没了 但是我的牙齿 但是我的牙齿 但是我的牙齿还有 你问我人生的道理吗 人生的道理从哪里开始 从牙齿开始 从牙齿开始 那各位姐妹 老子也告诉孔子说 他说你要 你的口就是 你的人生的 你的人生的成败 生死 你的舌头 你的花 哪一个哲学家 能够明白 上帝的耳里有真理啊 难道 会应该更明白的一口 所以我对着你们 散播 祝福 你们就无福 你们对着你的家 散播祝福 我的家就无福 你对着你的耳里 散播祝福 对着你的生意 你的工作 散播祝福 我告诉你 兄姐妹 你救无福 你选 你要得到祝福 或者要得到咒诅 你散播了什么 就得到什么 圣经妹告诉我们 你散播公义 你就收割此来 你散播兼奥 你就收割罪灭 所以他叫你准备 这个时候准备开荒 开荒那一片土地 让上帝的恩义临到你 总在于你杀出来的 上帝的恩义就是 祝福临到你的家 那片土地就是你的生活 兄姐妹 哪一个方面是黑暗的土 可能就是你的口 这么久来 为什么你的家没有改变 都是因为去找门戏 可能 对不对 也不是可能你的心 可能你眼睛 看你的消息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死 你心里面不振 一直存着妒忌 怀恨 偏邪 肮脏 不会贪心 所以一直造成你的生活的败坏 今天上帝要祝福你 对不起 他说上帝要祝福你 告诉他你要看过生活 看 所以你要眼要明 心要明 心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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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要善 再一次 眼要明 心要正 心要正 口要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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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一百点 好来 再来起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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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